高通烟火不断发射 在夜空中绽放 远在山头这一边的民众 在自家阳台就能欣赏到 烟火越放越多 烟也越来越浓 放到后来几乎只能看到烟雾 夜间的大瓶顶宛如浮夜城 绕进阵头锣鼓喧天 紧接着无人机登场表演 还搭配着烟火 但此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 有人看得很过瘾 却也有人受不了 很烦 我车到一天跑 一天放好晚 空气现在接着烟火 都烟火了 很热 整个天空都烟火 整个厨都看不见 都很多烟 还好因为大瓶顶很少 这么热闹 本来是八点至九点 要去河边坐 要去到11点至12点的中间 要无人机没声 高雄小港大平顶五级主公店 庆祝建店20周年 周末两天举行盛大的绕镜活动 还有高空烟火秀和无人机表演 但活动从白天持续到深夜 越晚越热闹 不仅烟火鞭炮扰人 还产生巨大的浓烟 由于时间明显超过晚上10点 法定可以燃放鞭炮的时间 环保局也立即收正开阀 活动场地的公园炒地上 还看得到绕镜留下来的紫屑 环保局总计开出六张罚单 最高可罚24.8万 呼吁公庙举办宗教活动 还是要考量周边民众生活 避免引发民怨 明镜新闻邓三田 陈子平 高雄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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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